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急用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 先带你来看 市府推动棋楼整平计划 民众反应如何呢 一块来关心 工人在地面上抹上水仪 贴上磁砖 每一个角度都要平整 金融市政府推动棋楼整平计划 将分四个阶段 打造友善的徒步环境 目前我们工程的进度 正在进行一二期的部分 那一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是蓝色 就是这个中一路国门光航的正对面 那二期就是所谓的一一路一二路 那周边还有我们现在 很夯的这个基隆塔的周边 那预计这个工程 大概在今年的这个就会完成 那今年完成后 我们紧接着开始进入到第三期 那第三期就是 所谓的人爱市场到庙口周边 也是我们观光客 游客最喜欢来的地方 那接着在后年的部分 我们会进入到第四期 就是火车站南站 出来对面的部分 像是第一和第二阶段范围 且有改善之后 取而代之的是平整 又干净的行走空间 而这样的改变 让市中心的商家很有感 因为之前的话就感觉起来 就是比较阴暗一点 对 看起来没有那么干净 对 那现在看起来就感觉好多了 这一条原本人走的就比较少 对 对 都是走直的 那这边这样弄过之后 应该会吸引一些人超过来 这些铃弹 破破烂 容易破 这个比较好看的 有一些不平整的部分 高高低低的部分 我们这样整个把它拉顺平 不管是一般民众来讲 还有一些比较不方便的民众 人与通行者来讲 戴德文二很顺畅的来经过这个路段 市政府公务处和都发处 齐力合作 由都发处负责设计规划 公务处负责施工 像是校医路 骑楼重新打掉 再铺上新的瓷砖 不但平整而且更明亮 前两年的部分 我们已经针对我们的 基隆塔周边的 包括中正路 包括新一到新六路这边 做了一部分的一个 骑楼改善工程 那今年上半年 我们也针对一一路 一二路 来做一个骑楼改善的工程 那最近是在做我们 爱一路爱二路 还有我们的一个 下一路下二路周边的一个 骑楼改善的一个整平工程 那接下来 我们会针对火车站 南站的部分 做一个骑楼改善的整平 骑楼整平计划持续的推进中 政府为了降低对商家的影响 采取无缝接轨的施工法 尽量缩短工期 一般我们的工作天 大概是五至七天 那我们会尽量的 把它工期把它缩短 那民众受到的一个 交通不便的影响 受到最低 那施工的过程中我们也会铺 铺设临时的一个交通的一个通道 那民众可以通行 那尽量降低 商家跟民众通行的不方便 那希望大家 能够支持我们做这个骑楼改善的工程 这个骑楼整平的部分 第一个它铺面可以完整 那也是新的铺面 那让整个这个街区的 不管是视觉上 或是使用度上 在短期上 我们就可以很快的让市民朋友感受到说 如果要推动这个行人友善有一个很快的一个转变 那我想这个是也是我们基隆希望带给 不同大家来我们这边观光 不同意向一个很重要的施政政策 市府推动骑游整平计划 先针对国门广场市中心 纳入改善范围 就希望无论是市民或外地游客 来到基隆都能够畅行无阻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有百年传统的基隆科科港十四里 银妈祖绕境 在市长谢国梁跟地方议员里长的见证下 正式展开 由市长谢国梁带头走 祝福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 有百年传统的基隆科科港十四里银妈祖绕境 由地方祈老进行助导词 感谢市长谢国梁到场 祝福市运昌龙 国泰民安 绕境活动除了市长谢国梁带头走 当地的市议员施伟正跟张之豪与多位里长 民政处长张渊祥 与安乐区区长简易哲 中山区区长徐雅文等贵宾 都参与这项传绕的绕境活动 希望透过妈祖绕境 让地方上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百年了 那我们希望传承下去 让我们药卡港这十四里 永远都团结在一起 让与妈祖这个活动 更加的盛大 更加的圆满 这个跨了很多的地方 它跨了中山区跟安乐区 所以它以西定河川为主 那照绕境 然后所以每年的四月二十 都会开始绕境 这样 既然骷髒降 有安乐区中山区加起来十四里 这十四里 每一年的港节时间 就是我们妈祖来出寸 还有十四里来做这个油境 祈求我们境来 学家平安 寿意 幸福 我们的这个 大家的身体都健康 这个活动由民间主动发挤 这十四里来这儿 并没有妈祖 但是妈祖呢 受到我们 黑咖港 听这名字 这是港的名称呢 是一个海神 受到大家的参拜 来保护到我们的客人平安 这个传统其实已经延续一百零一年 那希望说我们大家都能够继续延续下去 因为主要就是在为我们的地方祈求平安 那祈求大家这个平日的这个生活都能够幸福 封硕这样子 地方的传统 其实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不只是大家能够传承 而且也能够创新 所以说多一些年轻人来 多一些我们这些不同的世代的人一起共同来参与 那最重要的就是散布这个我们平日的这一种 祝福祈福 然后祝福大家平安的这个概念 过去呢 北台湾地区分成两个最大的地区 一个是台北州 一个是基隆堡 那基隆堡的话就金鸡雕石 那台北州的部分 最重要的神明信仰呢就是妈祖 所以台北州这里的妈祖呢 最大尊就是关渡妈 那基隆堡这里呢 也有人拜妈祖 但是都是大家陆陆续续从 这个梅州啦 或者是从泉州 漳州这里请过来的 所以呢 大部分的人都是各自在拜 那但是会去找 信仰者最多的妈祖 认为这个妈祖呢 他的这个威力最好 或者是神力远播 所以呢会去很虔诚的 大家都会循着旧路线 沿海的旧路线 从基隆往万里 金山石门三支 一直沿路到淡水 再到关渡 蒙甲的疫情喔 请关渡的二妈祖来行事 来绕境 结果疫情呢 因而 化解掉 所以我们基隆呢 就也一样的 就请关渡二妈祖来绕境 去请妈祖回来 然后到基隆这里呢 四处来做一个 保佑 绕境 所以会有各个地区的淫妈祖 包含我们最早 基隆开始 淫妈祖的地方喔 就是会先从市区开始 然后再来一直沿路到 各个基隆的其他的路线 都是旧地名 像我们会外木山淫妈祖 内木山淫妈祖 社寮淫妈祖 还有我们现在的客客港淫妈祖 还有内寮淫妈祖 这都是过去在每个地方 会轮一天的原因 那当然会有地区的更迭 包含人口的迁移 所以会把一些旧地名 换成一些现在新的社区 基隆科科港十四里 淫妈祖绕境 在每年农历四月二十号 公营关渡二妈众神绕境 传承百年历史 地方上希望 让更多的后代子孙 了解到这块土地的故事 把优良的传统文化留下来 凝聚更多团结意识 让在地更加繁荣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 立挺市长谢国良的 国民党籍市议员 在市长施政总质询时 先针对有关市长施政的 民意调查满意度来质询 一起来关心 基隆市议会开始进行 市长施政总质询 立挺市长谢国良的 国民党籍市议员 何淑平和郑凯琳 分别先针对有关市长施政的 民调满意度来质询 市长谢国良 大讯师表示 先前三月份受到Net案影响 民调有比较不好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不过目前五月份 则是已经有回稳的趋势 在三月份 那个时候东岸广场事件 最激烈的时候 所做的民调 我认为 已经有回稳的趋势 再加上 议员您也有看到 就是在上个周末 我们办的各项的活动 其实都也吸引很多 台湾各地的年轻朋友 都来参加 那我们的电动机车 目前从三月二十九号开始 也已经有七千多 接近八千个青年朋友 来申请 所以各方各面来说 我们都有趋稳的一个局势 我们在这个暑假 也有非常多的空间 以及活动 将开幕以及举办 所以感谢议员的追寻 我们对于这个民调不好 我们还是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那不过 我们要跟大家报告的 就是说 从三月份到五月份 这段期间 我们现在已经有 回稳的趋势 那我们会在这个基础上 非常小心谨慎 我承诺 我一定会更谨慎 更小心的 来做好未来的施政工作 至于另外有一份 民调公布的结果 又不太一样 他会更加努力 争取更多不同党派民众的支持 但是事实上 在二月份跟三月份 尤其是三月份的时候 事实上有很多的负面攻击 这也是我们远见的民调在做的时候 我也谢谢远见 他其实在他的报告里面 有提到了这一点 但是我们 这个在五月中 我们做的民调 其实相对是稳定很多 那这个相对稳定很多 这个 我也跟您报告 因为交叉分析 可能是很多市民朋友 不会看到的 那事实上 我们的满意度过半 但是还是有 四成的民众不满意 但是相对的 也很吊诡 就是一样的施政 一样的环境 同样的民调时间 我们有国民党的支持者 89%是支持的 但是一样的环境 同一个民调 却有85% 不同党派的支持者 是不支持的 所以我自己就觉得说 我如何去有效的 努力的去争取 这些不同党派的 民众的认同 可能是我未来的 未来的一个工作 因为事实上 八成九的 国民党的支持者 我觉得对我们来说 这已经几乎到 民调的天花板了 但是 为什么一样的施政 却有八成五的 民进党的支持者 会不满意呢 所以你看到的五成 其实是这样子来的 所以我会觉得说 那就是我们 有做不够的地方 有做不好的地方 针对于这些民进党 八成五的支持者 不满意 我如何能够 向他们争取到 向国民党支持者 八成九的满意度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未来 施政的努力空间 两位市议员也分别为市长 谢国良报屈 认为市长上任一年多来 已经做了很多 让民众有感的施政 你上任之后 你做了成绩转运站 宠物银行 市立体育场 信义亲子馆 长照中心还没发包出去 我想请问一下 这是不是延续下来的市政 你要概括承受 你说了吗 你做这些你说了吗 这也是我等一下 要总咨询的东西 我只是先问你 为什么 那我就说是哪一家做的 对不对 不是时间地点都不一样 每个人 我也没有说前一任好不好 那你现在是做完了 任期完了吗 你跳票了吗 有人已经卸任了 跨港缆车呢 我有开记者会说 他没有实现他的证件吗 做完了啊 你现在在做他还没有完成的事情啊 市长在这一年以来 真的是推动行人友善 一区域室内亲子游乐园 提升学校营养午餐的品质 以及企业赞助美化后车亭 288定期月票 还有深入我们社区 推动街 那个街坊邻近的专案 还有广设监视系统 及感应等等 这都是为我们市民打造 安全干净居住的环境 所以这个部分 总总都让我们市民朋友 感觉到我们市长 小爱爸爸 你的用心 所以在年初的时候 市长你为了要捍卫我们 基隆市的一个市民财产 饱受有心人士的这样批判 本席也相信 我们基隆人是善良的 所以我们也期待说 市长你捍卫我们基隆人的财产 我们也非常的高兴 所以我们也要非常感谢 谢谢市长 市议员也为市长谢国良 继续加油打气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第三十一届 全国少年跆拳道锦标赛 在基隆开战 来自全国各县市 500多位小选手 在赛场相互切磋交流 议长同志伟 特地制证跆拳道服 给基隆市跆拳道代表队 鼓励大家为基隆市争光 小选手们拼劲十足 展现跆拳道对打技巧 最好的一面 更希望积极得分 亏为二十年重回基隆市办理 这是由中华民国跆拳道协会 和基隆市跆拳道委员会 共同主办的 第三十一届全国少年跆拳道锦标赛 总共有来自全国各县市 500多位小选手参赛 包括基隆市议员 陈怡和陈君佐等人 都亲自参加开幕典礼 选手制宣誓词 由去年三十一公斤级冠军 基隆市代表队的 杨之澳代表宣誓 参加跆拳道领标赏 跟踪并跟走 身兼基隆市跆拳道委员会主委的 基隆市议会议长佟子委 希望跆拳道运动 可以从小向下扎根 跆拳道波业 也是我们台湾非常优秀的 地球团 在南乡校部里面 地球团校部里面 有非常好的成绩 也非常非常多的 我们有非常多的优秀的一些选手 那今天我们可以参与全国的比赛 我想要感谢非常多 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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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賽以外 也有任何人帶上的比賽 那今天是為我們自由式的數位 非常歡迎大家來到基隆 也希望大家來看自己的榮標 或來看自己的現實榮標 自己的城市榮標 但是家人的榮標 可以好好地比賽 享受一個運動精神的積極 還是讓我對我 給我非常印象 最深刻的體位 雖然我們是選手 但是給我最深刻的體位 尤其是有名號 還有運動精神 大家都會非常高級多 而且非常堅持 我們在每次的比賽 我們都會非常感動 我們感謝我們的基隆台友 我們的統制委 組委 這次的結伴 希望大家在這個賽程中 能夠一切輸定 你拿到我的祝福 我最難得是 你拿到我的祝福 那就是這些祝福 而基隆市議會議長 童子偉個人更特地製政跆拳道服 給基隆市跆拳道代表隊 三十七位小將們 鼓勵大家為基隆市爭光 這次比賽 從五月二十八號到五月三十號為期三天 分為對打和品勢兩個項目 參賽選手都是民國一百年以後出身的 國小男女選手 男子組二十五公斤級到六十八公斤級 女子組二十五公斤級到六十四公斤級 其中更十二個量級 記者 吳俊松 基隆報導 另外由基隆市學生家長聯盟 舉辦的八所國小羽毛球邀請賽 在七度長新國小熱鬧開打 八所國小132位小選手齊聚一堂 以求會友 小選手們拼勁十足 展現羽球技巧最好的一面 由基隆市學生家長聯盟 舉辦優質教育節能減碳羽毛球邀請賽 在七度長新國小熱鬧開打 八所國小132位小選手們 齊聚一堂以求會友 主辦單位也在現場宣導節能減碳 以及市政府教育處的相關教育政策 讓大小朋友都能夠更了解 呈現了十張海報 其實基隆市政府教育處 其實這一年多來 有很多的教育政策 可是或許家長的資訊 不是那麼透明清楚 所以我們也透過這個比賽 要讓更多的家長更多的市民知道說 我們基隆市教育處做了些什麼 然後了解些什麼 包括基隆市長謝國良 市政府教育處長楊貴傑 基隆市議會議長童子偉 副議長楊秀玉 市議員張耿輝以及曾宜芳 都親自到現場為小朋友們加油打氣 很高興能夠跟家長總會 還有我們楊秀玉副議長 張肯惠議員大家一起來 關心跟合作辦理我們的這個 羽毛球指標賽這些學生呢 大家都非常努力 我希望在基隆市 持續打造更好的運動環境 羽毛球是非常適合基隆發展的一個單腳運動 這個多餘的環境 可是我們未來 基隆市議會會自力推動 相關的場館來建設 羽毛球的專業訓練總結 現在目前在基隆高中跟在努力 我們也會積極的爭取相關的補助 希望我們在羽毛球的發展 也可以嘲笑完整的三級運動的一個發展 非常好的活動 尤其也感謝我們相關三位的努力 也希望這些活動能夠繼續 持續的發展 記者 吳俊松 基隆報導 記者 吳俊松 基隆報導 你的歲額試算通知書 這要怎麼處理 收到歲額試算通知書 如果同意試算內容 可以利用這些多元管道來繳稅 完成申報 如果不同意或沒收到 還可以利用手機平板或電腦網路報稅喔 這麼簡單喔 如果收到的歲額試算通知書 是退稅或不繳不退 要記得回覆確認 才算完成申報喔 歲額試算好簡單 多元管道輕鬆腳 5 6 7 8 喔 你要回家囉 我要去股稅局報稅啊 現在用手機就可以報稅啦 先開啟報稅網頁登入 驗證身份 查看查調資料 稅額估算表或編修資料 確認稅額 選擇繳稅方式 線上繳稅零貴繳稅都OK 申報完成 而且附件可以拍照直接上傳 不用再跑國稅局喔 一手搞定超便利 手機報稅最給力 今天就到這裡 我要去報稅喔 報稅不用出門喔 各種人情風修 在你賺 可以用幫路新報 也可以用本人的手機 給我買新報喔 這麼多種 另外保愛的角色 又比較厲害喔 而且富家 又可以在這裡 團結在幫路上頭喔 另外 去年末十八歲 有收你買人 今年也可以選擇自己新報喔 都我們人情風修 在你賺 報稅不用招三關 喔 你要來回家喔 我要來去國稅局報稅喔 現在用手機就能報稅喔 先看開幫路報稅的嘉賓 完成新婚產業 再看調查資料 積掉後算表 又是資料變金 是 確定積掉 積 選擇六歲的方式 可以在幫路 又是幾台六都OK 進步 完成 而且富家可以去送 在這團體在幫路上頭 不用再跑國稅局喔 操作簡單 請便利 手機報稅 上市 哇 對面那座山也太有型了吧 真的耶 閃電通訪行耶 他們如果沒有先向政府申請就開挖 被天眼照到就慘了 天眼 就是天上的衛星 衛星可以拍到的範圍 可是又大又清楚 而且一個月還回傳好幾次照片呢 任何人看到山坡第一次違規都可以主動通報 基隆市山坡第一次開挖整地 請通報02-2422-3339 歡迎回到新聞現場 基隆國門廣海洋廣上週末舉辦搖滾演唱會 竟然有人帶蟒蛇一起參加 一塊來關心 搖滾音樂一下台下積滿觀眾 隨著節奏搖擺現場氣氛 嗨半天 這是上週末連續兩天舉辦基隆音樂機活動 吸引數萬人潮參加 不過一條粗大黃金還帶有斑紋的蟒蛇 被好幾個人高高舉起伴隨著音樂上下起伏 有人趁機摸一下 有人嚇到驚慌失措 畫面被民眾PO上網引起了熱議 活動現場有設置鷹眼 隨時來了解民眾是否有一些脫序行為 那現場我們發現男子攜帶黃金馬 那行動派出所也有過去關心 那對方聲稱他攜帶的是寵物蛇 那後續男子也已經離開 並沒有對現場活動造成影響 聖恩府事後調查 世主當天帶著飼養的緬甸蟒參加音樂會 而緬甸蟒是世界上最巨型的蛇類之一 身長可以達到7公尺 體重可以達到121公斤 因為容易飼養 是相當受歡迎的寵物 目前動保法第20條的部分 主要是針對攻擊性的犬隻 那像比特犬或是很有攻擊性紀錄的 那這種犬隻出入公共場所的時候 應該要攜帶嘴套跟1.5公尺的鏈繩 但目前主要的規範是以犬隻為主 那一些特殊的寵物 比如說鳥或甚至是蛇、鱷魚 目前都沒有做特別的規範 那中央可能未來會進一步去規劃這些 特殊寵物的管理方式 那以現行的法規而言 動保法第20條是指攻擊性的犬隻 動保所表示 蟒蛇並不算攻擊性的寵物 但是帶牠出門 還是人幾人的音樂會 萬一引起了踩踏意外受傷 世主就會被移動保法裁除 如果蟒蛇太緊張或攻擊民眾 世主還會涉及色違法 為讓長者們活到老學到老 中山熱林學習中心 近日規劃了一項別出新材的美味關係 實在好滋味的課程 以食農教育為主軸 邀請資深農作達人無名的老師指導 讓長輩與孫子女們一同體驗食物 從土壤到餐桌的全部過程 想要當綠手指 不只要認識植物特性 還要學會如何配土 其實沒有那麼困難 其實土壤是最重要的 你想想看 那個我們要吃 那植物也要吃對不對 所以我們植物很多的養分來源 都來自於土壤 土壤除了養分之外還有水分 所以土壤要鬆 鬆它的根性就可以直接拓展 如果土太硬了 那土壤太硬了 它的根就沒辦法順利的拓展 這時候我們吸收養分跟水分 相對來說就比較減少 所以一袋土非常重要 有良好的土壤 植物就可以健康的很快的長大 中山熱林學習中心 打造祖孫共學食農教育的課程 邀請種植經驗非常豐富的 吳明德老師來授課 希望祖孫一起體驗食物 從土壤到餐桌的全過程 這一堂課呢是中山熱林的特色課程 我們都知道現在環境教育非常重要 那我們怎麼樣落實在家庭中 然後怎麼樣利用祖孫共學的這樣的一個機制呢 讓他們從種植食書怎麼樣去種 因為每個家庭可能都有外面都有些空地 或者是有一些陽台 那怎麼樣學習用最簡單的方式 讓祖孫一起來學怎麼樣種蔬菜 種好了蔬菜之後 我們把它拔起來 要怎麼樣去烹煮這麼樣的一個很好的食材 所以我這堂課叫做 美味關係實在好滋味 就是維持美好的關係 還能增加新知識 想要當成熟農夫 一點都不難 很開心來參加這個祖孫共學 種植植物 因為一般我們都是亂種 真的不了解 真正種植需要什麼條件 所以泥土需要什麼樣的性質 還可以種 或是季節性 或是說不同科斯字科 什麼科的植物 蔬菜要怎麼種 所以今天來 我今天老師叫你們很多 我一下可以好好的來種菜 跟孫子一直開心來種菜好不好 以前都是在學校種東西 有種玉米 然後白菜高地菜 然後很多 然後很高興這次可以跟阿公阿嬤一起種菜 然後希望下次有機會還可以再來 祖孫們動手實作 還能促進跨世代交流 更能豐富長輩們的熱靈生活 記者蔡小鈞 基隆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眾家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鈞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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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都請滿了 那就隨便請好了 請 停車違規喔 今天停犯合法 騎樓停車空間只能有一列 並且停車方向必須垂直道路 另外必須保持1.3公尺的行人空間 這樣才可以兼顧到機車族停車 以及行人通行的權益 請請拍手 另外地上貼有腳丫子的綠色地貼 禁止停車 幾方會嚴格取締 綠腳丫主要就是要提醒 不可以將店面雜物 盛摘機車放在綠腳丫上面 讓行人甚至行動不便的朋友們 能夠方便同行